幾年前有一個統計 香港人均海鮮消耗量 是全亞洲第二高的地區 全球排名第八 出見香港人多麼喜歡吃海鮮 雖然沒有一個最受歡迎海鮮的排名 但是我覺得宴客之選 龍客必然是頭幾位 鄧浩宏師傅 自小受任職點心師傅的媽媽所分途 決心要成為主廚 她經常設計創新的菜式 還女獲殊榮 雖然是誰? 你好… 炳爺,請客一定要吃龍蝦 是 傳統的芝士 上湯經常吃,那今天怎樣 我們今天嘗嘗這道 腩菜辣子爆龍蝦 有甚麼可以幫忙,學習一下 先用一瓶塗乾的腩菜 因為裡面有很多油 而且油是黑色的 一開六 先做龍蝦味 這道龍蝦先用冰水浸泡了 是不是爽了? 對,因為爽了 好,那我們可以拿去炸了 對… 好,來了 好,來吧 好 你看到它差不多金黃色了 所以拿起它 好,炸了 炸了 馬上要起它 對,因為你看到它鬆開了 剛才煮得很乾 現在鬆開了 對,我們會灑點糖 灑點糖 對 辣椒乾 這也夠味道 對,這個很辣 對,油加薯酒 少許薯酒 對,你聞到很香 很噁心 拿回龍蝦梅鍋 我反而是先把龍蝦拌了 對,把腩菜放進去 拌勻就可以了 拌勻 對 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很野味,我覺得這麼多配料炸 很香 這個煮法是取代避風糖 蒜蓉的炸蝦 對… 你說得對,有些人很怕口氣 對 又有香味 對 好,這樣就完成了 這頓我們吃 腩菜辣子爆龍蝦 口感不錯 對,有脆口的腩菜圍著它 腩菜有點鹹香味 做腩菜很長時間 因為有吃菜粥 是 但是把它炸了之後 有腩菜本身的鹹香味 是 現在脆口 一般吃的是蒜蓉蒸 或者芝士焗 現在它創新的你們所謂的 融合,又是另一種口感 對 辣椒,開啟了,很嚴重 但是很辣 對 剛剛好 剛剛好 刺激了味道 還有,你吃了腩菜吃完 不會大口氣 對 尋仔,你覺不覺得 今天龍蝦爽口有咬口 對 有甘香脆 是否有些秘訣呢 很簡單 拉油前,會撒粉 為什麼會撒粉呢 表面如果有水分,把它吸收 拉油時,把它鎖住 不會浪費了龍蝦的鮮味 帶香了,有一點脆口 這是秘訣 也不是 也是,只要吃東西 差一點就是差一點 煮東西可以說很簡單 但是很複雜 易學難精 沒錯 飲宴,我發覺很流行龍蝦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它容易脫殼,淡淡綠 很好吃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,就是意頭好 是 因為龍蝦炸了之後 煮了之後很紅 中國人最喜歡紅色 對,還有喜慶 還有它兩條鬍子很餓 對,所以有些菜 連龍蝦頭都放出來 對,很多都是 有人說紅運當頭 沒錯… 接下來嘗嘗這道避風塘龍蝦 避風塘風味 真的是香港本土的風味 最出名當然是銅鑼灣 例如有艇家專門做廚房 有船專門賣酒水 它會比較多用薑、蔥、蒜、豆豉 辣椒,特意要比較重 因為這樣就可以買多點酒水喝 是嗎?冰爺 是 覺得它怎麼樣? 這個避風塘龍蝦 有很多蒜味,比較香 避風塘龍蝦 起源的避風塘炒蟹 避風塘那時候 譬如很多人在晚上吃東西 是… 把雪切碎,炸掉 炒好薑、蔥、辣蟹後 撒一點蒜蓉 蒜蓉,炸出蒜蓉 吃起來特別香 去哪裡吃? 避風塘,這樣來的避風塘炒蟹 所以有避風塘炒蟹 現在有很多海鮮用這個做法 你覺得怎麼樣? 有傳統避風塘的特色 比較野味 野味一點 對 淡淡肉 陳蓮女兒紅,蛋白蒸阿拉斯加蟹爪 只聽名字也知道厲害了 吃的時候再加一點蛋白 又好看又好吃 再加上桃膠 你可以… 滑滑滑的感覺 有彈口 彈口好像有點韌韌,吃起來就韌韌 吃起來有幾個口感 是 層次感 來,乾杯,謝謝頂爺 來,乾杯